美军炮兵战术的发展历程 文章中称,尽管美军拥有优势的航空兵力量,但其陆军对于炮兵力量的建设,同样是不遗余力的。美军炮兵在战术、技术上,经过漫长发展,同样具备相当实力,其回忆了美军炮兵战史中的很多著名战力。 如二战中美国炮兵拥有一项绝火,TOT战法,TOT极致同时弹着战术,而且美军在二战中即可做到多个炮兵营协同的DOT,这在各交战国中都十分罕见。 长期以来,很多人都认为二战中,俄国和德国两方,是炮兵用的最溜,炮火最为强大的,但美军在这方面完全不落后,美军中炮DOT战法的作用显而易见,其几乎是无法预警,也很难躲避的。 常规的炮击在第一轮炮弹落下后,敌军有反应的时间,进行规避疏散,而同时弹着则不会给敌人机会,瞬间多发炮弹的同时爆炸,将会让整个打击区域,变成敌军的修罗场。 但这种战术对于炮兵特别是炮兵军官的操纵指挥能力,前线观察员的水平,通讯设备的可靠息息相关,105榴弹炮TOT战法,在打退敌军集团冲锋的过程中将发挥极大作用。 如1944年12月,德军阿登反击中,围攻美军防守的突出部南部要第八司通,美军炮兵在防守战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,如12月19日上午8点,德军装甲教导师第118装甲制弹兵团下属的两个家强步兵连共350人,在15辆坦克被掩护下,扑向巴斯通南部地区。 这次进攻由第118团三营营长斯卡纳少校亲自带领,他挥舞着一把冲锋枪,召唤着德军士兵在雪地中蹒跚前进,冲进巴斯通。 德军等待德军的不是密集的轻武器射击,也不是反坦克炮和地雷,而是TOT战术,因为早已对巴斯通附近的地形地貌进行了勘测,绘制了精密的射击地图,隐蔽在暗处的炮兵观测员, 很快就召唤了毁灭性的炮击,六个美军炮兵营共120渔门大炮发出了怒吼,在精密计算和完美协同下的TOT战术,展现了惊人威力。 120枚炮弹再一次砸中了德军进攻队列,戒获同时爆炸,德军根本没有任何躲避的时间。 德军就当德军幸存者彻底蒙掉的时候,第二轮DOT又呼啸而至,参与进攻的德军,只剩下少数哀嚎的伤兵,其余全被一早而空,15辆坦克全部在炮击中发生殉爆,随后变成了耀眼的火球和残骸。 带队的斯卡纳少校,则再也找不到了,在炮击中荡然无存,两轮炮击不过消耗了20多秒的时间,德军一次看上去灵力的攻势,就彻底被消灭了。 实际上,在整个阿登战役中,德军的宏大攻势之所以处处碰壁,甚至在天气转好,盟军战机恢复行动之前就是如此。 一方面,是其自身指挥失误,战力下跌,二方面则是美军炮兵的出色表现。